好 开拍 我即将要挖出来的东西 一定会吓到你们大家的 啊哈 是一只古老的恐龙化石 咔 嘿 我半年前买了这个东西 为什么它没有变成化石啊 因为玩具恐龙是不可能会变成化石的废壳 化石是石头变的 恐龙并不是石头啊 那为什么会变成化石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耶 你们呢 不知道 不 不清楚 为不爱是因为你埋在不对的地方啊 对啊 不然你把它埋在发现过化石的地方吧 好主意 我来搜寻看看 你们快看 迪哥说 对化石有兴趣的人 请来北达科他州不毛之地 感觉好像都是石头呢 嘿嘿嘿 我也这么认为 探险时间到喽 耶 我们走 我们走 多奇团险队 大家快准备好 是时候该出发 我们走 多奇团险队 我们有英文 想知道答案 美国北达科他州 美国北达科他州 我们来楼 多奇团险队 大家快准备好 是时候该出发 我们想学新的知识 快些时间到 我们走 哇 哈哈哈哈 欢迎来到北达科他州不毛之地 哇 大家做好咯 再一次完美降落 哇 这里好像另一个世界哦 这会是个拍电影的好地方呢 对啊 特别是拍恐龙电影 我们开始吧奥图 但是 要用什么来拍恐龙啊 拿去用吧 一只雷龙 还有 一只雷克斯暴龙 去你们这两只恐龙拍电影吧 太帅了 你们两个一定会很红的 哈哈哈哈 好吧 你们就慢慢拍你们的电影 我们去研究如何形成化石吧 走喽 嘿 嘿 你是狄哥吗 嘿多骑队 你们来的真快 对啊 我们一有问题 就想马上解决 请问你是一位真正的化石学家吗 有一天我会是的 但目前呢 我只能算是个学生而已 酷 下个问题 我要怎么把这个变成化石啊 可能会有点困难哦 因为塑胶三角龙并没有骨头 要有骨头才能够变成化石 你看这是过程 一只恐龙被埋了 它陷进了沼泽里 过一段时间 这只恐龙只会剩下骨头 然后骨头有点像海绵 会吸取水分 而在水里有一些矿物质 几千年之后 矿物质会硬化 将骨头变成石头 我就知道骨头会变成石头 好几千年啊 我可没办法等那么久哎 那也许我能够帮你找到化石哦 真的吗 那真的太帅了 酷哦 好 开拍 太好了 我所发明的时光器成功了 我已经回到了远古的史前世界咯 哈哈哈哈 会跳舞的恐龙 这是我所想的吗 是一只雷龙 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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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好咯 我也好了 真是好玩 化石真是有趣 化石很容易破掉的 所以在取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那根石头好美啊 对 那一定是快饱 不 化石糟了 不 谢了费克 带可怜的化石 抱歉 我说过了 化石很容易破掉的 我 我还是去那边找化石吧 也许我能帮你找一块宝啊 费克 别活在过去了 恐龙 跟我一起去未来的世界吧 那是什么声音 咔 吼得好耶 曼蒂 谢了 来拍追逐片段吧 哇 快看看这些大脚印 真的是大脚印啊 是谁的啊 我想应该是巨大公鸡的吧 酷 等一下 我在我的恐龙书里 看过这种脚印 这是雷克斯暴龙流下的脚印 恐龙不是早在几百万年前 就已经灭绝了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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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吃我 雷克斯先生 重新组合化石碎片 好像在玩拼图哦 对啊 这就是古生物学家在做的事哦 跑了 嘿 这是鱼吗 是的 是史前鱼类 怎么会是鱼呢 这里又没有水 六千五百万年前 这里是有水的 那是好久好久以前 没错 以前这里有河水跟湖泊 还有很多生物 所以很适合挖掘化石 那是什么声音啊 糟糕 快跑 跑啊 帮龙追过来了 雷克斯吗 不可能的啊 用你的尾巴恐龙 击倒它吧 我想我知道谁是恐龙了 是奥图跟曼蒂拉 谢天谢地 你们模仿得很像吗 两位 还有那些暴龙大脚印 也做得很像呢 脚印 我们并没有做脚印啊 费克 你能告诉我脚印在哪吗 好啊 来吧 哇 是脚印没有错 是化石脚印 是化石脚印 很有可能是暴龙的哦 哇哦 酷啊 真的暴龙吗 费克 这真是惊人的大发泄 谢了 可惜我没办法带这种化石回家 等一下 我有东西要送给你 化石 是化石吗 是吗 是吗 是化石吗 是的 这个是雷克斯暴龙的化石 谢谢 我保证我会好好保存它的 这甚至比自己做化石还棒呢 而且你也不用等到好几千年才要 但是这一点也不像骨头啊 它是粪化石 粪化石的意思就是恐龙的粪便 别担心 它变成石头了 过这么久 早就不臭了 事前的粪便 这真的好酷哦 没有地方可以躲了 好酷 我只能带你的牙梿啊 恐龙电影最好看了 接着是打斗镜头 我最爱这一段了 好啦 奥图 你去看电影吧 让我来驾驶飞机 用你的尾巴 恐龙 祈祷它吧 这是你们的探险贴纸 哇哦 贴纸好棒 探险也很棒哦 谢了 谢了 安娜贝拉 酷耶 谢了 安娜贝拉 我们再来看一次电影吧 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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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探险盾 我们找到答案 一起探险真有趣 我们下次再见啰 耶 大家都很棒哦